一個國家在短短的一年不到的時間 有這麼多高層 來出現的這種離奇的死亡 跟失蹤難怪歷史學者說 習近平在做的就是當年 史達林的這個 最親信的一個大起 中國一直希望能夠突破他的海權 特別是在東擴到太平洋的勢力 那美國在整體上在印太地區 或者是亞太地區的鋪陳 其實島鏈的戰略非常 戰略是非常齊心 全球都已經在關注 中共在打的這個所謂 對全球的認知戰 過去是舉行這種媒體峰會 所謂大拜拜 今年不一樣 今年是一家一家去找 一組一組去進行 還有另外一招 這一招叫做什麼 叫做省市單位跟台灣的縣市對口 我認為確實中共在目前 對台的統戰作為上 是朝向一個精準統戰 這樣的一個動作 每當中國對台的戒選的動作 越來越 這應該越來越明顯的時候 其實它對於選舉的作用 其實都很容易產生負面的效應 我們只要看到總體方案 這四個字就知道 其實完全沒方案 就如同對台總體方略 就完全沒方略 目前是沒方略 新聞大破解 回答新聞 大家好 路透社報導 中共能夠推動化整為林 準備要全面的干預台灣的大選 而共軍的中將罕見 對日本說出不怕開戰 而中共的海警船 則以水炮攻擊菲律賓的船隻 中共是在東海、台海、南海 連線升高勤勢 而美國最新的表態是說 要和亞洲盟友挺身而出來 維護台灣海峽的和平 在李克強火化之後評論人蔡勝坤 觀察中共黨魂就像變了一個人 而7月份被消失的前外長秦剛 至今生死不明疑點重重 內部是否正醞釀政變 那麼華爾街正加速大撤詞離開中國 中共則喊出要在北京上海 所謂的大尺度開放 要如何解讀 我們介紹破解新聞來賓 姓名兩岸研究協會理事長 黃新龍老師 主持人好 觀眾大家好 台灣智庫中國問題研究中心主任 吳色智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兩位 台灣媒體還有路透社 引用台灣情報部門消息說 中共在12月初召開了高層會議 是由王滬寧來主導 協調所謂的化整圍林 點對電的全面干預台灣的大選 包括有中共的中宣部 國安部 國防部 國台辦等部門 我先請問理事長怎麼看 好 中共對台灣的戒選 用大陸流行一句話叫 這是常識吧 是常識 但是越離選舉越靠近的時候 你會看到他有更多的動作 這一次由路透 根據包括台灣的國安部門的權威消息 那麼提到的是說是在12月初的時候 在北京有這麼一場 特別的一個對台工作會議 那這個會議是由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的副組長 也是他的政協主席王滬寧來親自主持 那麼就是在這個會議上傳出來說 這個這一次的戒選 將會從過去的由上而下 系統性大規模改成化整為零 好 我先跟我們的觀眾朋友來 簡單的這個說明一下 這一次的會議是什麼背景 什麼背景 那麼我們知道 中共每年他會召開對台工作小組會議的 這樣的一個 這個對台小組他是由習近平兼組長 王滬寧是副組長 那麼王毅就是秘書長 然後底下包括他的商務部 國台辦 甚至這個國安部 國防部這些的首長都是他的委員 那麼這一次的會議 他並不是由習近平召開的 所以他不是一個年度的對台工作小組會議 他是一個特別為特殊情勢而開的 所以叫做擴大會議 是由這個王滬寧來主持的 好 那麼這是一個 那麼我們看到在裡面當中 有提到說參與的機關涵蓋中宣部 現在的部長是李舒磊 國安部部長是陳一新 當然還有包括國台辦宋濤 國安部但是肯定不是李尚服出席 代表不知道是誰 那麼這麼樣子的一個動作 你可以看得出來 從他的組合你看得出來 他把中宣部排第一個 把國安部 國台辦跟國安部依序往下擺 這表明說整個對台的戒選 是一個複合權 是一個全方位的一個來進行 好 那麼在當中有傳出一個消息說 特別著重報導這個中宣部會怎麼做 他是透過旗下的網信辦 來以及多家對台媒體系統 來主攻認知作戰 他們包括國台辦還有統戰部 負責台灣基層的一個 這個引誘跟拉攏 那麼跟過去不一樣 在媒體的部分 他提到說 過去是舉行這種媒體峰會 所謂大拜拜 今年不一樣 今年是一家一家去找 一組一組去進行 那為什麼今年會有這個改變 這個主要原因是 大家還記得疫情之前 2019年大概5月的時候 在北京有一場叫做 兩岸媒體人峰會 這個就是由汪洋來致詞 大家還記得汪洋當時講了一個 這個很這種很統戰型 但是帶著恐嚇的一個言辭 那麼後來那個世界形成 台灣內部的一個政治風暴 因為所有參加的媒體人 都被點名 坦白說當時我也在唱 那麼當時以我個人來講的話 我並不會認為說 你講什麼話 我就一定是被你統戰了 事實上我是去了解你的意象是什麼 可是當時因為兩岸關係 已經進入到大選的階段 所以後來引起很大的一個爭論 反送中運動大家群情氣氛 沒錯 這個有關係 然後接著就是三年疫情 本來那個活動是年年都辦 可是因為三年疫情就停止了 那今年中國經過三年的清零之後 解封了以後本來今年還要再操辦 可是我的了解 後來台灣這一邊的這個代理單位 去邀請台灣相關媒體的時候 大概因為有一個2019年的不愉快的經驗 所以基本上找不到什麼 夠分量的一個媒體的一個代表 所以後來不得不這個網信辦 不得不把這個活動就叫停了 那叫停了之後 可是明把台灣選舉就在眼前 所以他就改成一家一家 改拉特定媒體的負責人 或者名嘴 或者所謂的民調機構的負責人去 來進行用延禮的名義到那邊去 那麼我們也看到到目前為止已經看到 他的一個整個選舉操作的一個主調 也是根據路透這個報導提到說 包括持續操作所謂和平跟戰爭的抉擇 這樣的一個說法 那麼當然主要是批評說 民進黨的賴蕭沛就會引來戰爭 這我們也看到他的藍白對手 特別是藍營的對手也不斷用這個來打 所謂的這個票選民進黨 票投民進黨清理上戰場 大概是最典型的一個slogan 那麼另外呢 他也用很多的多議題多渠道的方式來攻擊 那麼比如說我們看到台灣某些特定媒體 常常會拿一些這種有些看似有 但是事實上是經過渲染的一些 比如說引進印度移工 說要一次引進10萬 根本沒有這回事 但是他就可以做很久大做文章 這樣的例子非常非常的多 又再比如說 所謂的前一陣子有傳出一個用匿名帳號 把這個以假亂真的 所謂的監聽名單丟出來 那麼我看到台灣有一家報紙 把它放到一板頭去 那你就看得到說 這個是沒有經過查證 但是它的產生的效果 已經在你事後的更正當中 都已經來不及來處理了 好 這個選舉 可以說我剛講說 中共對台灣的戒選是一個常識 那麼今年應該講說 全球都已經在關注 中共在打的這個 所謂對全球的認知戰 國際間已經有匯整 他們也提到了 包括AI的技術 包括網工等等這些 但是台灣因為碰到選舉 所以這次中共的戒選 還有另外一招 這一招叫做什麼 叫做省市單位跟台灣的縣市對口 那麼這裡面非常有意思 我過去就知道說 他們有用類似 比如說上海對新疆 這個江蘇對西藏之類的 像這樣子的一個 所謂的原疆 這樣的這個做法 他們現在把這一套用來對台灣 那我的了解 像四川是負責跟雲林 重慶負責跟彰化 廣西對花蓮 山東是對新北 上海是對台北 是這樣子的一個 你負責的經營 那麼今年就發現到一個現象 大量的邀請 他們對口的這些地方的 村里長去訪問 而且很有意思 因為靠近選舉 大家發現到說 他這一道選舉靠近的時候 他不是邀台北高雄這個大都會 他邀什麼呢 邀中部地區 那我看到有分析 我覺得這講得很有道理 因為北高 北高雖然是大票倉 可是藍綠它定型了 所以不太有 反而中部地區 比如說彰化 彰化為例 彰化這個例子很有趣 因為彰化現在是藍影長期在執政 可是在大選的時候 彰化是綠影在優勢 彰化中部地區 我們用一個美國的大選概念 叫搖擺州 所以他重點來做這個地方 最近有發現這個 我想從這個例子來講 你可以看得到 應該說 如果借選中共是年年有 那今年你看得到 他也越來越驚盜了 大家必須要小心緊張 提高警覺 必須他去對一些特定的選區 去這個很精準的 想要去試圖去改變他的結果了 那我要請問一下 吳老師 你怎麼看這個借選的問題 對 陳如剛剛其實理事長提到 其實中共對台的借選也好 它確實是一個常態 或者是我們講是那個常識 為什麼 因為中共他就是必須 在這樣我們民主政治明確的 會在定期改選 這樣的一個政治議程當中 他當然會有計畫來進行干預 那我覺得值得觀察的是 如同剛才理事長也提到 從過去中共戒選的方式 以及我們說對台統戰的模式 我覺得其實是在這個 進入到20大之後 尤其今年強調說兩岸大交流之下 其實是有些調整 不過這個調整 我們當然剛才也提到精準 這兩個字 其實我認為確實 中共在目前對台的統戰作為上 是朝向一個精準統戰 這樣的一個動作 那進入統戰 當然如同剛才有提到 所謂點對點這樣的一個地方 一個連結 其實剛剛理事長提到 在過去中共在處理地方協調的問題 地方發展 促進所謂的西部發展 或是中部發展 在沿海一帶比較進步的城市 都扮演一個所謂的 這個母雞帶小雞這樣的作用 所以其實這樣的一個概念 引用在中共過去的一個統治的 或者是對內統戰的套路上 在兩岸上 其實不只是在這一次的 擴大對台公眾會議上 特別點名出來 在我們看到 其實在之前所推出的 這個福建省會台措施 裡面的21條 裡面其實就是有這樣的意涵 其實很具體的 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 對 然後透過金門 跟馬祖對接 廈門跟福州 這樣的一個所謂 同城化的概念 來作為一個示範作用 其實這個就是很明確的 用地方跟地方的 點對點的方式 我們說如果過去 中共的統戰是一種 全國性的 這種所謂的 全面性的 或是單向性的 這樣的一個統戰作為 它慢慢的想要 轉變成是一個地方性的 權域性的 或者是一個所謂的 雙向性的統戰作為 透過融入到 中國周邊的 相關的地方 而且這個地方是有 分配好它的責任區 然後進一步的 不管是人員的進出 然後進一步的 拉進來再打回去台灣 作為統戰的效果 所以這個精準的作戰 精準的統戰的作為上 在這一次當中 我們很明顯看到 中共它在調整 這樣的一個步驟 但是調整這樣的步驟 我們很明確會看到說 每當中國對台的 戒選的動作 越來越 這應該越來越明顯的時候 其實它對於選舉的作用 其實都很容易 產生負面的效應 比如說民眾的反彈 或者是中共在對台相關的 一些措施 質押的措施上 其實民眾其實不見得買單 台灣民眾其實不見得買單 但顯然其實在這一次當中 中共又很具象的 或很具體的 來針對台灣的統戰作為上 能夠地方來做一個連結 原子這樣的 點對點的 這樣的一個統戰作為 我個人認為 會有這樣的作為 其實第一個 它希望透過這一次的統戰當中 這些作為當中 戒選的作為當中 做一次試探動作 來去了解 未來當中 這些不管是里長 或地方基層人員 再到中國進行交流 或者是在特定的地區 比如說上海連結台北 新北連結三東 這樣的一個點對點的連結當中 它能產生什麼樣的效應 過去當中全國性全面性的統戰 其實確實 中共要檢討起來 確實是效果不髒 我鋪天蓋地的全面性 來去促進台商回台投票 然後給機票的補貼 然後在中國內部 舉辦各種造勢晚會 造勢的聚會 透過台商協會來去組織 其實效果其實不好的 那這一次如果他們採取這樣的模式 其實中共也在檢視說 如果假設這樣的效果 會不會有進一步 產生新的火花出來 而且大批人被叫過去 很可能被藍金黃的那個過程 可能就又拿到什麼把柄 或者給你設局 這種事情也很常見 這一定很常見 這一定是必 如果假設到了中國 你看到很多這個 很有誘惑的相關的利誘的動作 其實很難免都會變成 他們可以進行統戰下一步的規劃 那其實我覺得最容易看得到 這些里長帶過去 他其實中共他其實思考 當然希望能夠影響這一次的大選 但是很清楚的看得到 這些里長他的作用 其實是在兩年後 2026年的地方選舉 他就會有一個所謂的 我試探這樣的模式之後 那產生的效果 在那個時候就可以展現出來 那再來是我們也凸顯了 其實中共也在反省過去 對台統戰的作為 所以其實這一次的這樣的調整 其實魔杖也是有一種 所謂的重新檢視 或重新檢討過去的對台相關 不管是戒選也好 或者是這個統戰的作為當中的 效果不髒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王滬寧在今年 已經多次的針對對台的工作上 其實有很多的指令性 我們說這一次的對台工作會議 確實是如同理事長講的 它是一個很特殊性的舉辦 它不像是往年 往年的對台工作會議 最重要的年度工作會議 是在這個年初的時候 過年前來舉辦對台工作會議 王滬寧其實所扮演的 就是下指令的動作 就是接下來針對台灣的政治議程 或針對選舉這部分 該怎麼做 很清楚的講述了他未來 短時間內他要怎麼去操作 但是其實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可以去觀察說 明年在選後 或者是說在年前過年前 這個對台中共的對台 年度的工作會議 如果假設有更具體的方向 我認為其實會慢慢聚焦 把去年 2023年這一整年 所對台的大交流的各種環節 或者各種的接觸過程當中 把它作為民主協商 元年的政績表現 然後進一步的透過 明年的對台工作會議 年度工作會議當中 來去凸顯接下來 中共對台的做法上 有短中長期相關的目標來去施展 譬如說包括台灣整體的政局改變 或美中台 因為美國年底也要進行中總大選 明年年年中總大選 在這樣的變革之下 對台的工作 會有什麼樣的一個 具有指標性的一個方向 那這個主要變成像 我們當然說是民主協商 但是民主協商 其實某個程度上 它就是一個觸統的動作 所以中共的所謂民主協商 其實就它的那一套 只是一個說法嘛 民主協商是個說法 但其實民主協商是四個字 其實簡單來說就是觸統 那觸統的一個方向上 接下來短中長期 中共的目標是什麼 那面對台灣整個政局的改變 以及美國可能的政局改變 慢慢的鋪陳 這個其實連結的是 習近平在第三任期的後半段 他該如何去鋪陳 在對台工作上 如何去凸顯所謂的 總體方略的內容 還有所謂的民主協商 第二年 他會有什麼樣的一個動作 以及第三年接續的 等等的動作是什麼 所以從這樣的一個動作 從這一次我們看到 所謂的化整為零 其實最重要的是 中共如何把對台工作 更重新的在做調整的過程當中 由上而下來去盤點 或是鞭測未來的對台 對台相關的一個作為 先追問簡單就是說 就是我們知道在11月的時候 這個拜登才當面 跟中共黨魁說 警告說你不能戒選 而且白宮之前還放消息 講說是就是極其關切的 但是現在這個中共這一系列動作 對 你怎麼解讀呢 顯然在習近平在這個 11月的APEC峰會當中 跟拜登見面 拜登提出的警告 習近平基本上不是習近平不買單 可能連中共內部對於這樣的一個作為上 其實是完全不認同 所以習近平很顯然在這一次的拜習會當中 他雖然是我們知道有點視軟 或者是視落 但是呢 這是一個所謂的白臉跟黑臉 這樣的一個扮演 我們看到 兩手策略 不只是說 對 不只是說這個 中共在這個對台工作會議上 其實更聚焦 很明確的就是要戒選之外 他的軍事動作也沒有如同拜習會所提到 雙方要建立所謂軍事溝通管道 現在沒有建立起來 對 軍事動作也是頻頻 所以顯然習近平在當時前往美國的 中共想要塑造的一個氛圍 他是一個白臉 去那邊建立一定的形象 或者是環轉某一個程度上 習近平在參與國際事務上的一些 比較正向的形象的塑造 但是實際上中共內部 我們說如果假設說鷹派也好 或者是強硬的一個角度 他就必須要還是很堅定的 他必須要堅持的一些做法上 還是必須要很強硬的表示出來 不管是對台 或軍事上的一些動作 很感謝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新聞大破解 美國副國務卿被提名人坎貝爾在國會警告 有些國家正在試探我們 看我們是否全神貫注 那也強調在印太地區的重要 中共近期持續在升高 東海 台海 南海的情勢 像最近就動用了135艘的民兵船 在施壓菲律賓 12月9號 10號連續兩天 中共海警船都動用了水炮 來攻擊飛棒的船隻 而且中共的海警船 其實是那種有點像是青海軍 它的那個船艦是非常大的 那菲律賓呢 現在是在尋求8個國家來聯合巡航 希望在南海能夠反制中共的壓力 所以我請教一下 吳瑟芝老師你怎麼看南海的情勢 中共在盤算什麼 當然我們很清楚 中國一直希望能夠突破它的海權 特別是在東擴到太平洋的勢力 那美國在整體上在印太地區 或者是亞太地區的鋪陳 其實島鏈的戰略是非常清晰 雖然台海的一個情勢上 美國還是有一點點 還是有一點 帶有一點模糊在處理兩岸事務 但是在整體安全事務上 尤其從北到北從日本到南到 菲律賓甚至到東南亞一帶 這樣的一個島鏈 所串聯下來的一個戰略布局 其實中國想要試圖突破 就是因為美國其實這個 這樣的封鎖線 其實非常的明確 甚至說密不透風 我們看到在之前中國想要拓展 在南太平洋的島國的安全 相關的合作事務當中 馬上被美澳兩國截斷 那這顯然其實中國 確實他有這樣的意圖 但是他想要突破的話 其實有他的困難度 再來是說其實周邊國家 在面對這個周邊情勢 尤其是海域情勢的一個判斷上 除了說是這個安全事務上 也包括了一些相關經濟的 一個資源的一個 國家的利益 那中國在南海一帶的 不管是這個軍事的準備 或者是在這個人造島的動作 其實都讓周邊國家 感受到一定程度的壓力 所以為什麼在歐美的國家 一再強調南海必須要自由航行 或者是開放的南海 這樣的一個議題的推動 其實早點就是說 中國他在這方面的 一個軍事動作上並不透明 甚至是說也進一步想要 藉此來成為一種畫地 畫地來繼承事實這樣的方式 來去拓展他在當地的一個 影響力或者是軍事上的鋪陳 那我們看到菲律賓 他的反應是最直接 因為為什麼 菲律賓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他答應了美國在他使用 軍事基地上的一個數目增加了 那顯然在這個部分顯然很清楚的 菲律賓他知道美國 在這個印太戰略的鋪陳當中 非常在意在當地 這個盟友之間在安全事務上的合作 他必須做出這樣的動作 來向中國展現 美 菲之間的這個共同防禦的一個 這個更加的緊密 甚至是擴大 那再來是我們看到 美國也試圖的從這個東北亞第一代 拉攏了日本跟韓國的關係 其實這個動作上 為什麼韓國過去對日本之間 不管是歷史上的一些糾結 或者是說 日韓之間可能也是在一些主權 或者是衝突上其實都有一些矛盾 但是在近幾年很明確的看到 尹錫悦上台之後 他整體的韓國對外的戰略 甚至說跟美國關係 甚至跟日本的關係 有大幅度的轉變 這顯然中國 他在這個區域上的一個影響力 或者是他的威脅 讓南韓也必須面對到 他除了有朝鮮半島北韓的問題之外 他也必須要對外來進行更多的合作 來去抗衡中國可能的軍事擴張 那更不用講了 台海這一帶 我們說從南海到台海這樣的一個連結 不只是菲律賓感受到 他會需要更多的軍事合作 來跟美國更加的深化之外 連日本或者是其他歐洲國家 都意識到台海情勢穩定 是非常重要的議題 包括軍事上的問題 包括在這個所謂的經濟上 這個運輸等等的 這樣的海運等等這樣的一個穩定 都是各個國家認為 台海必須要穩定的一個前提 那為什麼台海穩定會被提出來 就是因為中國有意 要來片面破壞台海情勢的發展 所以我們看到不管是南海情勢 或者是中國的意圖 其實在全球的一個大多數的國家 尤其民主國家都認知到 中國其實確實是已經採取的部分動作 對於危機這樣穩定的現狀 帶來一定程度的衝擊 特別是美國在印太戰略 越來越清晰之下 拜登政府上台之後 不斷的來去透過各種多邊的模式 比如說我們看到這個釋放安全對話機制 或者是跟澳洲跟英國所建立的 ACUS的軍事聯盟 都很明確的去展現 在軍事上合作的這樣抗衡中國 這樣的一個態度跟立場 那中國當然他也不希望說在這樣的一個態勢之下 面對國際的封鎖 他沒辦法突破他的海權 所以中國他當然在某個地方 比如說我們看到他南海地區 這樣的對菲律賓相關的一些反制的作用 其實也是一方面要試探這個美菲之間的安全合作 是否這麼的堅定 再來另外的他也試圖在看周邊國家的反應 包括越南 包括東南亞國家 他們對於中國在南海的一個立場上 以及美國在印太地區的立場上 這些國家會有做什麼樣的回應出來 因為他擔心的是 菲律賓就像是一個起始在東南亞地區的國家當中 他做了一個示範作用使得東南亞多數國家慢慢倒向了美國 這恐怕在中國過去 積極的來去建立中國跟東南亞之間的關係 其實是很嚴峻的一個挑戰 所以我覺得其實在整個國際情勢的變化當中 台灣應該去更應該去思考說 其實我們不只是這個島鏈戰略的位置重要性 再來是周邊國家其實對於這個海上的一個安全議題 其實越來越關注 我們如何提升自己作為一個海島國家 我們如何去彰顯自己的海洋政策 甚至是說在軍事安全上 或是在各種經濟安全的議題當中 能鏈結這個海洋相關的事物 我覺得這是我們必須思考到的地方 甚至是說看待目前的國際情勢的發展 需要因應來推行 而且我們在南海 中華民國在南海有這個太平島跟東沙島 那我想追問一個問題就是說 最近那個越南 它跟美國日本升級這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中共黨魁準備要去越南去拉攏 但是最近就是共軍的中將這兩天就受訪的時候 他就說他就對這個日本講出不怕開戰 他剛才就是以這個釣魚台主權爭議了 但是大家都知道說在台海 日本媒體認為說共軍在這個議題上面 很罕見的用戰爭兩個字來提 他認為說可能是不是 他們覺得好像是中共可能是 如果進犯台灣的時候 有可能會對日本發動攻擊 那所以日本媒體蠻重視這個消息 您怎麼會解讀這個事情 是當然我們其實看到在台海情勢的變化 對周邊國家來講都沒辦法置身事外 日本人的角度或者是菲律賓角度 都很清楚台海情勢一旦爆發戰爭 他們都很難去避免 已經連鎖的 已經連鎖待應 這個連鎖待應包括從菲律賓 他的南海一帶或者是巴斯海峽一帶的 相關的他的一個軍事上的能量 對日本來講 當然沖繩以及這個釣魚台島嶼 等等這個周邊海域都會深受其害 尤其沖繩又是美軍進駐的 非常重要的軍事基地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態勢之下 中國提出這樣 中國的將領提出這樣的說法 顯然的確實是有一個警示的作用 或者是嚇阻的作用 希望日本在這個議題上 不要有過多的一個作為 甚至說希望日本在面對 在處理台海情勢上 也不要超過中國的基本的原則 所以顯然其實在美國 所帶領的一個軍事合作 讓中國感受到壓力 中國只好 採取比較屬於這種單線的方式 去試探也好 或者是去搓一下 或者是去形成一些威嚇的動作 來引起這些單一國家 會不會有一些不一樣的作為 但是我覺得這樣的作為 其實某種項目也打臉了習近平 為什麼 因為習近平目前正在 前一段時間 他一直在講到 美中之間必須要有軍事的一個溝通 但是將領卻在後面 不斷地來去刺激 或不斷地去破壞台海 在周邊情勢上的一些 軍事上的威脅的話語 這個顯然在這個動作上 是習近平想要辦白臉 然後這些軍方想要辦黑臉嗎 還是說進一步的是代表了中共 目前對於軍事上的一個基本立場 我覺得這個也考驗了習近平 在處理外務事務上的一些能耐 感謝 我們繼續看到 中共現在是沒有國防部長的 那我們繼續看到 歐盟的外交高官 八月底才喊話中共 要交代這個被卸任的 外長秦剛的下落 至今下落生死不明 十月七號的歐中峰會前一天 Politico歐洲版六日報導 秦剛在七月已經死亡 可能是被酷刑或是自禁死亡 那這是俄羅斯方面 六月到北京向中共黨魁通報 說秦剛叛變 導致火箭軍的大侵襲 不過有評論人言純公 他就對死訊提出了六大疑點 他懷疑中共內部 是不是在策劃軍變呢 策劃政變 認為中共這個黨國 可能開始步入一個無人駕駛的狀態 所以我們都知道 秦剛是被這個一手提拔的 被中共黨魁一手提拔 所以想請教理事長你怎麼看 現在生死不明 然後下落都不知道去哪裡 對 這個消息引起大家關注 因為過去有關秦剛好像不明死亡 也有若干這種相對比較 不是那麼嚴肅的媒體在流傳 但是這一次這個消息是來自Political Political我們中午把它發成叫政客 這個媒體我過去有接觸 它是2007年在華盛頓才設立的 它是由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跟這個 時代雜誌的幾位資深的政治記者 他們一起去組成的 一開始它是一個平網的這個結合 它每週有一個週報 然後另外有網站 是從這樣開始的 大概在2018年 它在華盛頓的這個整個的發展 已經有有基礎了 所以後來又跟德國媒體合作 開闢了歐洲版 是從這樣開始 我講這個背景的原因就是說 Political算是一個專業的正統的 而且是一個新媒體的一個 政治類的新媒體的一個代表 它不是一般我們講的說 相對來講可以不是那麼負責任的 一個道聽途說的媒體 這是一個 可是這麼一個我們認為相對是一個 這個所謂的嚴肅的媒體 他報導這個消息是非常的驚悚的 因為他提到 秦剛七月份就已經死了 那這個表示說什麼 秦剛是死訊五個月之後 才曝光出來 那麼這個就算在這個消息封閉的 中共的歷史上也不多見 就是重要的這種領導人 死亡之後隔了五個月之後 才去給他證實 才去報導 那麼過去大概連毛澤東死掉了之後 應該也很快就沒有太久了 那麼大概只有林彪當年的死訊 可是林彪雖然中共內部 因為他矛盾嘛 因為原來是一個這個接班人 這個副元帥 突然間不知道怎麼對內解釋 可是當時海外已經傳片了 已經傳片了 好 所以呢 這裡頭難怪我看這個Politico 這個報導出來了以後 有關解讀面的部分 大家是南沿北側了 就是說這個消息能不能證實 說他可以證實也有他的道理 說他不能證實也有他的道理 那麼 但是呢我覺得特別應該關注的是 他提到了一個 就是說 這個俄羅斯的副外交部長 魯登科 他在這個 六月份的時候到了北京 他也見了秦剛 但同時更重要的是 他去跟習近平通風報信 那麼說這個是包括中國的 這個習近平最重視的火箭軍 也包括你的外交系統 都被美國跟西方的情報滲透 消息走了 這個魯登科當然不是個人的因素 他代表的是 俄國 代表的是當然是普丁嘛 普丁 那去年的六月 剛好就是俄乌戰爭 已經進行到了一段時間 那麼西方歐美對俄羅斯的制裁 已經開始了 當時中國正在猶豫 到底要不要配合制裁 還是說完全要走自己力挺俄羅斯 你看看這個 從那個時候到現在為止 中國對俄羅斯的暗中協助沒有停止 對西方要求 包括這一次中歐峰會 歐盟的領導層都再次的要求 中國要協助 讓俄羅斯來停止這個戰爭 來撤出軍隊 以及不要在私下來協助俄羅斯 規避制裁 中共都沒有答應 我覺得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這個訊息反而更值得重視 就表示說 普丁在適當的時候 提供給了習近平重要的資訊 使得中俄兩國在俄乌戰爭當中 更緊密的結合 這個不是什麼別的原因 是因為有一個利益的一個交換 而因為這樣的關係 是不是才導致 包括後來外交部長的出缺 國防部長的出缺 或者失蹤到現在為止 如果從這個脈絡來談的話 坦白說 秦剛是死是活已經不重要了 已經不重要了 他等於說他就是一個 這種大國博弈底下的一張牌 甚至說是不是將是真的向俄國 提供給習近平的情報說是因為他們出賣的情報 給西方 這裡頭也可以大可疑問 但是關鍵是習近平是不是就相信了 如果因為這樣子的話 我們才能夠理解 有一個統計 2023年以來 中共的高官是頻繁被失蹤 到目前為止 大概有至少四名黨跟國家領導人 就包括鄭國籍跟副國籍 那麼這個失蹤或者死亡 我想鄭國籍講的大概是 這個李強 李克強 那副國籍的話 像包括秦剛 包括李尚服 也可能包括像魏鳳和 寫之前的 這名單講起來的話 因為當時事件發生的時候 是一件一件來 大家沒有特別的機率 你到了年底把它整理起來 是非常驚人 包括前火箭軍的司令員李玉超 軍政委徐中坡 甚至也包括到什麼 原國防大學的政委 劉亞洲 是 這一些的 那麼我看到媒體把它整理出來 大概有差不多二十五位 這二十五位 將軍方的部分 至少是中將以上 那麼在這個 另外就是政日局的委員 國務委員 是這樣的一個背景 還有這個 國防部長外交部長 這個是非常聳人聽聞的 就是說一個國家 在短短的一年不到的時間 有這麼多高層 來出現的這種離奇的死亡跟失蹤 而且這裡面最令人驚訝的是 這個4月27號微信公眾號 這個發布有一個叫王少軍 他是中央警衛局的局長 前局長說他二十六 二十六要突然間因病去世 但是消息後來就沒了 直到三個月後 黨媒才正式報道 這也非常不尋常 主要不是這個中將關接 是這個位置 而是中央警衛局的局長 那火箭軍的整數這更是 更是這個可以說這個 舉世這個炸蛇 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的一個 一個情況 到現在大部分都是不清不楚 對 所以難怪有人懷疑說 這個三中全會本來應該在 10月或11月照開 為什麼拖到現在沒有開 理由講說是因為年初已經開過二中 這個中全會只要一年開一次就好 可是三中全會很重要是他為明年的經濟 必須要佈局 結果現在據說要拖到明年兩會之前 但是另外也有人認為說 這個有點開玩笑 但是也不無道理 就是說你現在開會怎麼辦 開會的話發現中央委員找了一大堆 這個這個 候補委員都補不上去的 因為我剛才講過 剛念的這些二十五個重要的黨政軍的要員 很多都有這個背景 結果一開會結果 這個中央委員兩百多人 光是失蹤的可能佔十分之一 政治局委員二十五個 政治局委員還是有開 最近有開 那反正它是一個秘密會議 大家不會知道 好笑話歸笑話 這個反映出來的就是說 中共的這個體制 過去我們都已經講說 最大的特點是它的不透明 可是習近平上台了之後 在不透明之外 大家看到了更多的是 內部的這種疑點重重 內部的這種互相猜信 這個猜忌 因為很奇怪 二十大之後他已經定於一尊 常委會也好 政治局的結構 幾乎都是習家軍的 為什麼現在還有這樣子的隨時 出現這種離奇的失蹤 甚至死亡 難怪歷史學者說 習近平在做的就是當年 馬斯達林的這個 對親信的一個大情形 他目的是為了讓他底下的人 各一個各個都是這個心懷恐懼 必須對他絕對的忠誠 當然某個角度來說 這也反映出來 他的這個安全感極度的欠缺 他現在那些缺 好像很多這個沒有補上來 對 非常非常詭異 這沒有真的不敢相信 就是你剛剛講到說 上次拜習會講到說 國防部長這個高層要恢復 結果現在美國軍方正史 到現在沒有消息 沒有消息有個理由是說 因為他們的國防部長 一直都沒有產生 其實嚴格講 美國部長在中國 只是一個對外溝通的人物 那不然你派一個那個軍委 比如張又俠也可以 他又不願意 這個是 是不是他在吊美國的胃口 還是怎麼樣 不知道 這個可以再觀察 感謝 我們休息一下 晚上回來 歡迎回到新聞大破解 在中共中央的經濟會議舉行前 目的連續兩天降低了 對中共國 香港 澳門的評級 那華爾街正在加速撤資 中共黨回去考察上海之後 中共的國務院印發了 上海自貿區所謂的 制度型開放總體方案 而先前北京也拋出了服務業 所謂的擴大開放2.0版 而大陸媒體聲稱是 所謂的大尺度開放 我先請問一下 黃理事長你怎麼解讀 中共在北京跟上海 所謂的開放 我們先看 目的這一次 我把它形容 這是一次機關槍掃射 兩天之內 他包括跟對 他這個降低 調降了中國的這個主權評級 從穩定變成負面 然後接著是港澳 然後另外呢 中國的8家國有銀行 36家的這個金融跟國企 全面都調降 包括二十二個地方的 這個所謂財政平台 就所謂的這個城頭建設 這些全部都調降 而且這裡面還可以看到 香港 澳門的調降 是因為他跟中國的 經濟關係太密切 這一點對台灣 尤其特別有啟發的意義 好 那這個時候的調降下來之後 這個跟 不但是跟 今年他疫情解封之後 這個一開始 年初的時候 國際監隊 中國經濟的看法 可以說到了年底 已經做了一個結論了 說知道 甚至因為大家知道 他這一條件有什麼影響 他等於是對於 你的未來的這個前瞻 這個是不看好的 看衰 看衰 而且因為這樣的關係 會使得什麼呢 會使得中國的這個企業也好 或者是 他的這個金融的成本 會跟著提高 因為你的這個情勢 你的風險加大了之後 你的任何借貸 當然利息也會升高 那同時呢 也因為對你的前景不看好 所以在中國已經 大量流失了外資資金 會更多的跑掉 也就是說 進去的資金變少 而且變貴 然後呢 出來的資金會加快 那麼這個就是 讓整個中國的經濟 可以說是雪上加霜 所以呢 當然這次我們看到 中國的商務部 的一個這個回應 你可以看到 從來沒看過這麼客氣 說感到失望 以前的話 一定是這種這個 撲腹罵大街式的 這個帝國主義 亡我之心不死 這類的話 他沒有 也沒有找這個 中金公司 或者是什麼 他有一個自己的這個 評級機構出來 因為他知道 他們的評級機構 根本是沒有人相信 所以網路上流傳 有沒有中金公司的預測 對 十個全錯 對 十個全錯 聽著不一樣 有興趣 對不起 我聽了都叉氣 可以去找來看一下 還真準 十個都錯 十個都錯 好 那這個時候呢 他怎麼辦 習近平到上海去 那麼就講說 要做這種 所謂的中國 我們 他那個講法 我看來也是很好笑 他一副什麼呢 一副說 全世界要搞這個脫鉤 要搞去風險 都市場關門了 現在只有中國開大門 要歡迎大家 殊不知啊 這個共產黨 這個顛倒黑白到這個程度 從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開始 當年 你對世界貿易組織的承諾是什麼 大多數都沒有做到 而且呢 我在節目上有講過 各國跟這個中國 談這個市場進入 大家都知道 第一關本來就很難敲 他要你東 要你西 要你留下技術 要你留下什麼東西 好好不容易跟中方談定了 結果你到各地方去 到各省去 省另外有規矩 然後省談完之後 到地級市去 地級市還有規矩 所以他們有個形容說 這是兩個 你進到他的家門之後 以為啊 已經打開了門 結果發現裡頭 房間還有一把鑰匙 你要進去房間之後呢 結果呢 中的東西在抽屜裡 抽屜又是另外一把鑰匙 環環相扣 這個扣是用鑰匙把你扣住 他是用這樣子來 對他的市場不開放 做層層的設防 可以說啊 西方企業也是吃盡了苦頭 但為什麼以前啊 對這個沒有那麼大的一個要求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 中國經濟還在成長 就算不充分的開放 這個跨國企業能夠賺到錢 就不會那麼多的抱怨 但現在呢 因為中國的經濟 勢頭在變差 這個時候你如果不開放 你要維持原來的這種 所謂的設限的話 那這沒有人要來 第二個很重要的原因是 各國特別是美國歐洲 對你中國的開放 已經行之多年了 給你最後國大概多少年了 你都沒有跟人家相約的一個 你一直講說 哇 我很窮 我是開放中國家 結果你利用別人的開放 跟給你的便利 大賺其錢 現在更進一步要搞什麼 東升西降 說這個這個制度自信 別人都不行 把大家當傻瓜 結果呢 被你騙一次 是笨 被你騙兩次 如果還相信的話 那就活該 現在各國都覺醒了 要來跟你來算賬 這一算賬的結果 北京發現不妙 美國當然是 也是這個意不意區嘛 那麼今年可以講 是一個另外一個分水嶺 前幾年在習近平講 東升西降的時候 大家感覺到 似乎中共這一套 還真玩出了一點把戲來 給美國很大的壓力 尤其一直講說 二零多少年 中國經濟會超過美國 有人不斷地把時間調遣 從二零三五 二零三零 二零二八二十九 都有人講了 結果這兩年下來 特別是今年 今年 中美國的GDP 大幅的增加 全球都成長 美國一個國家 貢獻了將近百分之五十 中國貢獻的是個位數 那麼形成這麼大的一個對比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中國經濟整個是看壞的 那這個時候他非常需要外資進來 所以他又搞一個說要制度型的開放 說要服務業啦 金融啦 電信啦 全部都要開放 可是很好笑 我最近看到一個消息說 他不是開放歐洲一些國家 這個免簽證嘛 單向的 過去啊 中國為了民族主義啊 你不跟我對等 我就不給你開放 現在開放了 開放獎的理由沒有別的說 我們要向全世界開放擁抱 結果很多 結果吸引了一些歐洲的公安客去 他們去發現 根本行不通 因為所有的支付啊 所謂的電子錢包 全部要用中國的系統 微信之類的 全部要用中國的系統 其實他根本不跟全世界連 他製成一個系統 而且他很不敢裝耶 裝了之後就 是啦 所以就變成 這就是一個盲點 也就是說 他一方面不斷的強調說 全球化對大家很重要 我們中國 說中國 習近平常講嘛 我們一直擁抱全球主義嘛 可是事實上呢 他是在全球主義底下 他寄生 搞了一個中國自己的一個model 這個model呢 他越來越認為 以他的市場規模 可以變成逼各國就範 來適應他 然後有一天他想要讓他變成 第二個全球的一個model 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但是人家又不是傻瓜 又不是傻瓜 所以呢 我想他現在講的大尺度開放 就跟過去多少次講說 這個推出來這個什麼 民營經濟 多少條 已經到了上百條了 那麼現在呢 中國的民營經濟呢 中國民營企業家 他們給這樣的政策 給他的一個投的票是 趕快把資金爆走 趕快把資金跑走 這就是他對整個 他這個中國政府啊 是一個什麼態度 我想外國企業 大家知道啊 國際企業跟中國的民營企業 互動是很密切的 所以呢 他們的消息也不會只看你官方 他也會看中國民營企業怎麼走嘛 中國民營企業的走向 一定會也成為國際企業 互相觀望 互相影響的一面 而且很有意思那個美國商務部長 雷蒙多呢 12月2號的演講就說 中共國不是朋友 是最大的威脅 一個從一個商務部長口中說出來 所以我忘記一下 吳老師你怎麼看 就是中共所謂的這個大開放 顯然拜登在上一次 跟習近平要見面之前 特別對外說明 中國可能出問題了 那中國的經濟確實在 去年年底解封之後 這個複數的速度 不但沒有跟上腳步 甚至好像沒有複數的跡象 我們看到從房地產的 這個泡沫化的問題 甚至到地方債務中央出手 要左手換右手的解決 這個債務的一個風險 這都影響了國際社會 再看到底中國 目前手上還有多少籌碼 那當然以習近平的角度來講 他當然希望說能夠把這個 我們說如果今天要去跟人家借錢 好歹要帶保證人嘛 那這個北京跟上海 就是他作為對外保證的 最後一張牌了嘛 政治上 但北京作為首都 他當然有政治上的一個 一個利用的價值 那上海當然我們就所謂的 他的一個經濟的形象上 國際的形象上 當然也是一個角色 但是我們如果假設從習近平在南 我們說如果假設這個上海型 這個猶如鄧小平當年的南巡 我們假設這樣 他這個叫互巡好了 這樣的互巡動作 到底有什麼意涵 是不是真的會大尺度開放 我們只要看到總體方案 這四個字就知道 其實完全沒方案 就如同對台總體方略 就完全沒方略 目前是沒方略 所以這個大尺度開放 高大上的這個手法 其實很明顯 中共目前其實在這部分 還沒有辦法 那為什麼這麼講 如果我們試圖來去思考 為什麼上海選擇上海 上海我當然我們可以說 它是一個具有對於 國際上的一個形象 城市上的形象 或者是作為中國經濟的形象 但是問題是說 上海在過去當中 去檢視它過去的城市發展 很明顯的在改革開放初期 它是一個是被壓制的城市 它不是在首會被開放的城市 為什麼 因為它具備有非常濃厚的 國有企業的發展 這樣的一個城市的一個奠基 所以當時我們會看到 上海被壓制的時候 出現所謂的週日 所謂的那個叫假日工程師 因為國有企業養了很多人才 這些人才看著其他地方發展 非常快速 他們利用假日去外面賺外塊 所以上海其實有 是有這樣的一個城市發展的 所以它跟我們想像中 它是一個國際的經濟開放的 這樣的一個 其實有很明顯的落差 當然習近平選擇的去上海 做一個類似像這樣的宣誓 我覺得某時候 當然是過去 電信他過去在上海待過 第二個也是希望提升上海的 在這樣的一個經濟發展的危機 來做一個保證人 作為一個經濟保證這樣一個角色 可是我覺得是非常困難的原因 是在於說 上海雖然它有這樣的形象 但實際上它對外開放 譬如說它的金融業 大家都會認為說 上海的金融業非常進步 但是上海的金融業發展 是一種特許發展的產業 所以這樣特許發展產業 在一個地方 只是以目前中共的一個 經濟發展的一個戰略 甚至習近平在介入 經濟發展的一個手段 那這樣的一個特許 那有一天會不會不特許 這個政治風險在哪邊 我顯然其實現在大家關注 中國經濟最大的困局 在於說 第一個中國政府過去 所善用的這個經濟能耐 來去展現它的對外的 這樣的一個國家能力的 這樣的一個籌碼在下降 同時中國 因為北京當局也意圖的 想要透過各種手段來壓制 可能其他的一個風險 譬如說習近平 他對於對內的一些經濟的 一些管制動作 措施越來越多 而且更在意的所謂安全問題 那我們看到譬如說這個經濟的一些 相關資訊的一個這個開放 慢慢大家很難去 黑箱化 對很難去中國在做市場調查 所以現在要談到說 中國要吸引外資進入 外資不是不敢進入 而是因為政治風險太大之外 也在於說我進入之後 我看不到我進去 有哪些市場的利益 我也查不到 查了收入店 還惹上安全的問題 誰敢進去查 誰敢進去做市場調查 那這個在這樣的一個氛圍之下 談了太多 所謂的大尺度開放 恐怕他所反過來的意思是說 我就是表面上我是要開放 但實際上等你進來之後 可能就面對了很多的問題 而且可能反差數 事實上是一個大尺度的收縮 是啊 所以它不單只是 過去當然因為中國經濟開放 它有一定程度 政府的角色很重要 你一進來了 可能層層面面 這個條條快快 你必須要去跟很多的地方政府 來去進行相關的一些 談判議價也好 但是最起碼 那時候的發展道路是經濟開放 所以地方政府它有政績壓力 所以它必須要在這個經濟開放 經濟發展的這樣的一個道路上 來跟你溢價 來跟你討論 促進你來投資設廠 但是現在 經濟發展還是中國的套路嗎 還是中國還是在走這條路嗎 顯然看起來不是如此 所以在這個大尺度的開放 進去之後所遇到的風險 恐怕不是到了各地方 面臨更多的這個所謂的 政治上的成本 而是在說一進去之後 可能安全的問題 或者是能不能作為市場調查 這樣的事情 甚至對市場不透明這樣的風險 會讓許多的外資 就連中國的民意企業也都清不下去 那外資又如何去說服自己願意進去呢 那現在出逃的現象又這麼多 我覺得其實習近平在這時候 提出這樣顯然 第一個我覺得他目前還沒有很具體的 做法是什麼 所以三中全會不開了嘛 因為經濟整體戰略根本沒有思考清楚嘛 再來是先提出一個大方向 然後籠絡讓大家可以熱烈的討論 但實際上怎麼進行 這個部分我覺得 這凸顯的中國現在 其實確實經濟發展 遇到非常大的困頓 不知道該往左還是該往右 那勇往向前恐怕也是風險很大 所以有沒有能耐再往前走 也是中國現在目前經濟上最大的困境 簡單追問就是說 之前韓國那邊有在說 他們要這個在這個 monitor這個中國經濟的情況 因為我很擔心 如果中國經濟危機爆發的時候 他們會被波及 那我認為說 穆迪現在對這個中港澳降評 您認為是一個 他對中共中南海的一個 逼宮攤牌就是說 受不了了 你到底要怎麼樣 還是說他們已經在建一個防火牆 就避免被波及 您覺得怎麼解讀 我覺得是建一個防火牆的概念 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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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 為什麼 因為其實全球在目前 我們從今年的五月集團 G7峰會裡面 很明確看到 各國在針對中國經濟的問題 或者是中國對外的經濟的行為 其實談的不是要跟中國脫鉤 而是要去風險化 那這樣去風險化的概念 跟過去我們談的全球化的角度 去看中國的發展 跟現在看待中國經濟可能對外的脅迫 等等這些行徑來講 其實完全是不同的視角 那為什麼這樣的評比會 所以在這個時機點馬上露出來 我覺得某個程度上 也是試圖在提醒中國 就是說你在經濟的發展道路當中 國際社會對你的不信任 或者是說你可能出現的風險 如果你沒有試圖的自我管控好的話 那恐怕接下來 可能國際社會這樣的一個 建立防火牆的一個錯誤會 會越來越具體 然後各國在針對 如何去風險的動作上 恐怕會因應這樣的一個趨勢 這樣提出更多的政策出來 措施出來 感謝 節目中請兩位 給我一分鐘總結今天的討論 先請理事長 好這一年快結束了 最近有很多單位在選代表字 那麼我們給中國 給中共政權來選一個字 這個字我選的是亂 那麼你看得到在經濟面的部分 這個經濟的情況是越來越壞 現在已經到了什麼呢 到了包括很多地方政府 公務員的薪水都付不出來 那麼甚至還要靠罰款 來籌募這個給公務員的薪水 還有一些村鎮銀行 那麼幾十萬的這個存款戶 他們錢存進去 居然就扭不出來了 那麼這都是非常的聳人聽聞 更不用講失業率 這個青年失業率現在到底多少 不知道蓋牌了 那麼資金的一個外所謂的FDI 這個外資的流入 他現在也不公佈了 那都要靠這個外國的 這一些專業公司來了解 但是呢他又去查專業公司 又讓他們這個這個約談 或者是這個所謂的這個 把人抓去等等這些情況 更不用講還有一個反間諜法 那這個時候呢 他又去講一個說 歡迎大家來投資 所以我說他是亂搞 他亂的套 那另外呢 現在在他的高層 軍政高層的部分呢 是嚴重的亂鬥 那麼我們看到了 今年以來 幾十位中共的黨政軍領導人 不是離奇死亡 就是突然失蹤 這裡面最大咖叫李克強 另外還有國防部長李尚服 外交部長秦剛 甚至還有包括前國防部長魏鳳和 還有火箭軍的領導人等等等 這裡頭反映出來就是說 在習近平的這個領導底下的中國 現在是各個層面 現在都進入到了一個大亂鬥的階段 所以可以講說2023年大概就用亂這個字 來可以給中國做一個論定 感謝吳老師 是大家如同剛才李使長提到 在習近平進入到第三任期 大家都認為說他全面掌權之下 應該是不但政權穩固 應該是全面控制 但顯然確實他也採取了一些全面控制 但是我認為習近平現在遇到的一個 內部的問題更凸顯他是穩而不顧的狀態 也許沒有人會挑戰習近平的權力地位 因為沒人敢說 但是這個權力鬥爭的內捲化之下 連習派自己的人恐怕都有自己不同的意見 甚至說有自己對於未來進一步政治權力 或者是自保的動作 看到身邊的人看到習近平提拔的 不管是外交部長或是國防部長 不是消失就是不知道下落到哪邊去 或者是下落不明 這樣的一個風險 我相信每個人每天都是戰戰兢兢的 那我有怎麼做呢 我有在某些事情上 能夠進一步的更左的路線 或者是採取更強硬的表示 來去讓自己符合政治正確 或者是避免踩到習近平可能會降止殺頭的這樣的紅線 我覺得其實這個所凸顯出來的風險 更凸顯習近平現在所穩而不顧的狀態 那更不用講在經濟在外交上 其實習近平所面對的壓力是更大 我們今天討論到所謂的評比的問題 以及提及到這個美國為首的這樣的 對中國相關軍事上的圍堵動作 都可以看出來 習近平不管不是只有內部問題很難處理 連外部的壓力也是接踵而來 所以習近平當然他會試圖的想要讓自己安穩的度過 但是實際上在未來當中 他可能出現一些冒進的動作 也是我們台灣必須要加以關注的地方 好 非常感謝兩位來賓的分析 感謝觀眾朋友的參與 新聞大破解每週一三五再見 謝謝 所以要特別跟大家推薦乾淨世界真的是非常好用 有許多還很重視隱私 而且沒有暴力色情等等很適合合家觀看 所以也鼓勵大家到乾淨世界來訂閱新聞大破解的頻道 並且還有相關的APP也可以跟你的朋友分享 那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新聞大破解我們每週一三五再見 明天 明天 明天